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 记者沿青海湖踏刊走访 一边是逼波荡漾的青海湖 愉悦鸟欢 另一边是游客嬉戏的欢快景象 青海湖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 是中国最大亚洲第七大湖泊 被誉为高原生物基因库 青海湖流域也是维护青藏高原东北部生态安全 和中国西北部大环境生态平衡的重要水体 过去 受气候变化 人为因素影响 青海湖流域生态环境一度呈恶化趋势 水位持续下降 土地沙漠化面积不断扩展 珍稀冰威野生动物数量减少 如今 高原蓝宝石碧波荡漾 罗里浅游 鱼欧相及 眼下 青海湖黄鱼进入回游季 成千上万尾黄鱼逆流而上 产卵繁衍 形成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回游器官 小黄鱼在淡水中出生 然后到青海湖中长大 成年后 素河回游到淡水河产卵 再回到咸水湖内 作为青海湖重要的补给河流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钢查县 全集河等五条主要入湖河道 并是黄鱼回游的通道 黄鱼学名青海湖罗里 是青海湖特有的珍稀物种 在青海湖与鸟共生系统中 发挥着独特核心作用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通过这个就是大四股沙 就是我们青海湖的这个罗里 急剧下降 从就是最早时期的这个十几万吨 剩下的只有几千吨 然后就是黄鱼 尤其黄鱼作为这个 云鸟共生生态系统里面的 重要的意怀 它为这个我们的 这个青海湖周边的这些鸟类 还有候鸟 提供了这个 这个充足的这个食物 在这个过程中 一旦就是我们的这个黄鱼 种群遭到严重的破坏 那相当于鱼鸟共生生态系统 就不复存在 这些鸟类 它都是以这个 我们青海湖里面的 就是鱼虾为食 然后就说是一旦 这个黄鱼就是遭到破坏了之后 它也不会回到 我们青海湖的这个怀抱当中 就是说经过这个 二十多年的保护 风湖育鱼 通过风湖育鱼 然后就是海景巡逻 再一个就是 就是通过这个增值放流 然后从原先的几千吨 到这个2024年的 这个11.6万吨 2002年到2023年 青海湖黄鱼的资源量 增加近46倍 如今 随着青海湖生态环境 保护力度不断加大 青海湖周边的 候鸟繁殖数量越来越多 珍稀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 一段增加 普世园林是世界上最宾威的 野生动物之一 历史上曾分布于内蒙古 甘肃和青海等地 后由于生态环境恶化 觅食竞争加剧等原因 种群数量在21世纪 一度下降到300只以下 数量甚至少于野生大熊猫 被当地称为草原上奔跑的大熊猫 目前仅分布于青海湖地区 成为青海湖旗舰物种 地处青海湖北岸的 海北周钢查县哈尔盖地区 是普世园林种群 栖息繁衍的聚集地 慕名所难才让 家住钢查县哈尔盖镇 青海湖农场一分场 2023年7月 他和唐哥周增本 在生态巡护过程中 发现一只小幼灵 他出生后就被遗弃 虚弱地趴在草地里 身体蜷缩 近十年间 索南才让兄弟俩 形成上万公里 救助受伤或遗弃的 普世园林59只 被救助的普世园林 全部成活并放归自然 如今 经过官方和民间 各层面努力 普世园林数量 已有保护初期的 不足300只 增加到现在的3400余只 如今的青海湖流域 生物多样性 和物种丰富度明显提升 站在青海湖边 视野所及 万寝必拨 水清暗绿 贪尽湖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